大家好,我是你的印度朋友。 今天我想继续马哈巴尔达的系列。 我们开始吧! 班鲁和马德里死后, 昆迪以及他自己的孩子们和马德里的孩子来到哈斯汀纳布拉, 住在德拉斯塔和比什玛的照顾在城堡里。 现在德拉斯塔对待他一百个孩子们叫康尔达, 和巴尔达的五个孩子们叫巴尔达,毫无偏袒。 巴尔达和康尔达互相整天玩耍。 他们开始长大的时候, 匹马是一个巴尔达人。 我们在以前知道, 匹马是风神的孩子。 他开始恶作剧。 因为匹马是一个超人。 他的力量非常好。 所以他开始恶作剧。 他的恶作剧的阵队是杜达的。 杜达的是康尔达人的长大孩子。 匹马的恶作剧非常激烈。 所以杜达人慢慢开始认为, 匹马是一个威胁对他的未来前景。 所以杜达人决定杀死匹马为了消除对他未来前景的威胁。 杜达人的叔叔叫夏布尼。 杜达人决定杀死匹马为了消除对他未来前景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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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皮马一个盘子整个甜点 但是这个甜点被毒液毒害了 皮马不知道这个 所以他吃完甜点 以后巴奈娃和靠肉们都去河岸开始玩了 他们在开始玩的时候 皮马躺在河岸 以后他昏迷不停 巴奈娃人不注意这个 因为他们非常忙玩耍 他们去其他地区开始玩耍 毒液的河河开始寻找皮马 以后他发现皮马 皮马昏迷不醒 所以他绑皮马的手和腿 滚它在一个河 这个河有非常毒液的蛇 皮马趁在河 蛇开始咬皮马 但是皮马已经吃了毒液 所以蛇的毒液作用为解药 所以皮马慢慢开始苏醒了 蛇看这个情况 非常震惊 皮马苏醒了以后 蛇非常高兴了 以后他接受皮马 其中他们之一 他们说皮马 你被毒液毒害了 你非常幸运 因为如果他们留在河河 你已经死了 但是我们的毒液作用为解药 所以你现在生活了 以后他们说我们要给你一个超东西 没有人不知道 没有人不知道对这个东西 以后他们进行准备了一个长生不老药 他们给皮马这个东西 以后皮马吃了这个 吃后皮马成一个超人 他的力量上升了 他的力量上升了 与此同时 孩子们解释完善 他们无法看皮马 所以他们开始寻找皮马 他们毫不怀疑毒液在了 因为他也开始了寻找 而且他也非常伤心和欲绝 所以帮助人不怀疑毒液的呢 以后他们都决定了 皮马被撕了 以后他们开始赞利医师对皮马 但是一段时间后 皮马回来了 他非常恼怒 对毒液的呢 他要杀死毒液的呢 但是他被推荐了 可治他的恼怒 因为现在扣扣人非常力量了 因为他们有士兵 扣扣人是一百个人 所以他克制了他的恼怒 而且他说跟帕多尔人 什么发生了 这个情况以后 帕多尔人和扣扣人之间的底液 越来越高 帕多尔人慢慢开始带入他们的图伏 在城堡 而且开始提高他们的力量 这是马哈巴达的战争的开始 所以这样帕多尔人和扣扣人 成敌人 我觉得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点赞一下和关注一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